美国富豪被弟弟喂毒死 女儿想分钱 遗嘱里弟弟分到了五个亿 而他却只分到一个破地窖 遗眼里 爸爸还要他永远保守地窖里的惊天秘密 下面会是啥呢 小心地走下去 这里就像一个牧师的永道 他有点怕啊 好不容易找到了电闸 灯一亮 他吓得一个哆嗦 这是哪门次的遗产啊 是个人吗 是僵尸还是什么神秘仪式 他壮着胆子靠近啊 那东西突然疯狂地挣扎 他吓得是魂飞魄散 跑回了豪宅 犹豫了一下挂断的电话 弟弟正在参加竞选 可不能因为这个奇怪的事件 影响了他的虔诚 他魂不守舍 弟弟立马过来安慰说 那么多钱我也用不完 要不我们把钱分了吧 啊分钱 先别急先别急 他不敢多聊 立即找到妈妈 问爸爸生钱 有没有什么怪癖或者树敌啊 妈妈却啥也不知道 一向稳重厚道的爸爸 怎么会弄出这么一件怪事 他的死和这个地窖有关吗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掏出一把枪又进去了 叫了两声没反应 干脆拿出一张白纸伸过去 按下了对方的指纹 胆子还不小啊 见男的醒过来 他立即又掏出个面具戴上 问对方是谁 对方还真的开口了 说自己也是家庭的成员 并且马上爆出了他的名字生日 说出了他的职业 爱好性格等等的一切 每件事都说的准确无比 就像他肚子里的蛔虫 他惊讶得很 对方却哈哈大笑 说看来你父亲是把我留给你当遗产了 这个白毛老头的笑声 让他毛骨悚然 爸爸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 他正想着白毛接着说 你的疑问我都可以回答 不过你得先放了我 放 你以为我是傻子 白毛看他不说话了 脸上苦笑了一下 突然唱了起来 在这下面我的日子过得很差 没有茶叶没有啤酒没有实力加 每天一动不动 还要被你爸爸骂 不秀蝙蝠像个鬼你怕是伸长他 要不这样我们俩来个交易吧 你送我一点吃的我就告诉你实话 一块黄油一块土豆一碗小沙 拿好一瓶拉费一块牛排不要放啦 啊 这突如其来的rap听到他想吐 你的小命都在我手里 还提这么多要求 可是想一想这个要求也不高啊 为了马上解开这个大秘密 他转身走出地窖 先是把指纹发给朋友帮忙查 然后把那些吃的东西都带了进去 看着美味 白毛激动的想哭 接着马上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故事 原来当年啊 富豪和白毛是好朋友 经常在一起嗨 这天富豪酒后驾车载着白毛 却不小心撞飞了一个人 白毛提议马上报警 但富豪知道 这件事足以葬送他的前程 于是他直接把人放进了后备箱 拉到了树林里埋掉 更可怕的是 为了不让消息泄露 一棒子将白毛也打晕 关进了地窖里几十年 他直接听傻了 不过还没等他反应 白毛就接着说 你爸爸还养了个老乡好 你这次没拿到钱对吧 那老乡好可是得了一大笔 啊还有这种事 他直接被点燃了 大骂说 如果这件事是假的 我直接送你上西天 说完摔门而去 静止来到白毛说的地址 一开门 那场面是相当尴尬 几句聊天之后 白毛说的一切都印证了 他问这照片上的男孩是谁 对方说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 他听完气的插着哮喘发作 立即找到那个分财产的律师大闹 问他爸爸还有啥丑事 没有告诉大家 光头律师见怪不怪 一个字也没有多说 爸爸光辉伟大的形象坍塌了 回到地窖 白毛很得意的说 这下你相信我是好人了吧 可以放我了吧 他也没有废话 立即取了对方的警环 用枪指着 让他跟自己去找那具尸体 他必须要验证所有的一切 回到地面的白毛是又哭又笑 猛的呼吸新鲜空气 嘴里不停的说感谢